师傅农业局在农创师级办理了年货大街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活动热闹上演 其中的吉祥话接龙大赛 感搭春联习俗和新年喜气 让消费满额的民众可以上台来绣毛笔制 一面做脑力激荡 第一名还有3000多块的奖金 现场是弥漫着年节将近的农农喜气 过年期间到处都在写春联 不过桃园农创师级的年货大街 更进一步的举办吉祥话接龙大赛 不只是要把字写好 还得写出游喜气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还要远远不绝的想出新梗 才能够打败其他对手获得冠军 春联比赛我们等于在市级消费满300 就可以来报名 我们现在进行第二回合 春宇的接龙 30秒内民众必须写下吉祥话 而一旁的人可也没闲着 因为很快就会轮到你了 一个接着一个轮番上阵 很快的谁先想不到谁就输了 不过台上的这组看起来应该有偷练过 即使快手写字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水准 今天来跟我的好朋友两位好朋友 一起来参加这个春宇接龙吉祥话 接龙比赛非常的高兴 我们三个人是君子之争 我们是不在乎胜负的 但我们一起都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买了芝麻糖 还有牛嘎饼 还有咖啡 还有这个牛嘎饼 我觉得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可惜呢 我觉得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希望呢 政府要多加宣导 让这些摊位的收益会更好 摊商收益可以更好 然后让桃园人知道 这里有这么好玩的地方 第二年的农创市集 第二年的年货大街 各类型的摊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活动 等待民众前来探索 桃园新闻 陈燕任 巴德采访报道